大早上陪客户吃饭 赚了4685 大家看着活轻松不轻松 哈喽大家好 我是原家日本的金姐 今天呢要跟客户一块去吃饭 哎呀 我干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借户了 就是去领子 去宴回来去吃个饭 还很正常 这今天呢是只去吃饭 简直了 我感觉日本 有点过度福利了 其实呢他们吃收获保护 其实我交的钱呢是还不够的 年收800万以上的人 才会这个收的这个税的钱 才会给他们提供 提供这些干什么 我这还不够啊 我这满达满算 一年也就是我 哎 到不到300万还领数啊 但是没有他们这些福利呢 我也挣不到这个工作 说实话 那我可能就再干别的了 谁知道干什么呢 其实在我心里啊 干什么都可以啊 就是一种生存的手段 只要适合我的就可以 其实我是个不挑不怎么挑活的人啊 因为以前是干的重活太多了啊 有学生的时候呢 那个上学那会儿 打过弄学费啊 我们从下午1点钟干到早上5点钟啊 就是为了凑这个学费啊 真的是很难很难的 现在感觉 现在感觉挣着20多万的话还是挺轻松的 因为我根本就没上够这个人家正常上班的这个时间啊 你看一个他们这儿是一天上8个小时上22天一个月 那就是160多个小时 172 就算22天啊 就是172个小时 我呢 挣着上个月发了倒数了23万 其实就是发工资之前呢是26万多了 也就才上了130个小时不到啊 所以说还是可以的 但是只陪客人吃饭啊 本人哈 在心理上啊还是 反正感觉挺纳闷的 而且呢 现在才是早上10点半 本来呢 他是要去吃那个蒜肉 之后呢 他可能嫌麻钱比较多吧 然后又去吃这个炸猪排 这个早上10点钟吃炸猪排 我这早上只喝一杯咖啡牛奶的人 哎呀 我感觉我有点消化不了啊 所以说也没办法 那就是吃吧 哎呀 一般呢 他们就是吃饭的话是给我500块钱 以前的话是给300块钱 所以说呢 就也行吧 剩下的钱呢 估计也得1000块钱 我自己在搭500块钱 然后呢 这三个小时吃饭呢 属于移动的时间 那就是一个小时呢 1112 神代川的最低的工资 然后这就剩下两个小时的钱吧 那就是2000来块钱吧 三个小时 今天 今天就来这家吃 这个铁锅店 这炸的大早上的 炸的大早上的 大早上的 价格都是够便宜 但是大早上 不吃不心啊 不过这家家确实挺好吃的 啊 来吧 要不一样的吗 太牛肉了 太牛肉了 放开 然後放开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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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翅膠 吃的胖了 要放鸡翅膀 大门到鸡翅膀 一怕一 front 这种蹶跄 平常管鸡翅膀 肝肉 & wij面镶 Cette 这是很意外啊 一开始吃就感觉没那么油 吃的就挺不下的 看看这生意有多好了 这停车场都挺不开的 简直的